范迪刚电台训 教宗方济各10月18日清晨 在圣马尔大之家的小堂主持弥撒圣祭 这一天是圣西满和圣打斗宗徒庆日 教宗在讲道时说 耶稣仍继续为我们祈求和祈祷 向天父展示他为我们的救赎而付出的代价 及他的伤痕 教宗提到耶稣的三种关系 耶稣与天父的关系 耶稣与宗徒们的关系 以及耶稣与众人的关系 耶稣为宗徒们和众人向天父祈祷 即使在今天他仍在祈祷 教宗说 耶稣是祈求者与我们一起 在我们面前向天主祈祷 耶稣救赎了我们 因着他这伟大的祈祷 也就是他的牺牲奉献和他的生命来救赎我们 使我们诚意 我们借着他成了一人 现在耶稣离我们而去 可是他仍继续为我们祈祷 耶稣不只是一个精神体 耶稣是人 像我们一样有肉身 但他是受光荣的 耶稣的手脚内旁有伤痕 他在祈祷时向天父展示 这使人诚意的代价 及他的伤痕 他为我们祈祷 祈祷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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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